我们继续 那咱们这一个的话 今天开发了前端 用了用到了bossom 这个用过了吧 上一个工程是不是用到了 没有吗 之前用过吗 都没有是吧 没有 没关系啊 我们今天来用一下 用起来也不复杂了啊 咱们只是用来排一下啊 排摄这个页面而已 那么今天咱们来看一下怎么去用啊 咱们重点还是在咱们的买boss跟咱们的水平和游戏 理解吗 那么咱们页面呢 会给同学们准备好 好 接下来吧 工程咱们用这三个方法 毫无疑问了 是吧 干什么 项目开始之前有工程有炸包是不是一个套路了啊 我们来一个 先把那么工程创建出来 那咱们可以新建一个walking set 这是03 虾 虾羊的 新建一个项目 这个什么项目来着 动态的外包工程 对吧 起个名字 那咱们这里就叫布特虾羊吧 2.5 搞定 那么接下来咱们需要炸包导入先了 那么炸包的话在咱们的课前资料当中 这里是有炸包 这个都熟悉的吧 第一个是配音的 是吧 这个是谁 买卖的这个是 整个包 这一个 税务联系池 这两个跟着 Log4J是输出的 是吧 这个什么 这个是 这个是 页面的吧 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 那怎么今天需要用到一个比较 注意的 这是什么东西 见过吗 没有 那么这个主要的 德鲁伊的意思 是吧 德鲁伊谁 那么德鲁伊的话 目前是 号称 功能最强大的数据员 没有之一 他是阿里巴巴的数据员 那咱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员怎么用 其实你们都知道 是吧 无非就换了一个class 是这样的吧 好 我们今天来熟悉一下这个卓越的数据啊 把炸包贴进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是咱们 这宽大整数里面用到了吧 是不是 咱们依赖的啊 嗯 把它直接贴到咱们的利本部录上 工程炸包是不是都有了 来来吧 接下来无非就是一个整合输入了 是不是啊 思路了咱们先捋一捋 这个输入是不是讲了好多遍了 是不是啊 这一心买博本身跟3的整合就是咱们目前另外一个主流框架叫做ssm 是吧 还有另外一个主流这种ssh啊 那咱们那个目前国内来说话ssm的用了个企业会相对来说多一点啊 咱们那个应用场景之前是不是讲过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的整合思路啊 这一个你能给我讲解出来的没有 那咱们啊 那咱们啊 这啊旅旅啊 咱们要整合这三个方丈的首先咱们这个工程分为什么 三层加工开发 是吧 分为第六层 Service层 还有咱们的control层 那这三层里面咱们分工明细分别干什么活 那么第六层很明显 mybase的配置文件放在里面是吧 还有咱们的 这一个 Spring的数据源的配置 Circle system Factory的创建和加载 还有一个 咱们用的是什么开发模式 动态代理接口的模式吧是吧 咱们还要配一个 Mac about扫描 搞定了吧 那咱们理由就搞定了 接下来就是Service层 Service层的话 第一个就是什么的Service AdService的包扫描 还有一个是事务管理 是吧 这是一套了 咱们为什么会分 把主力分成这么多个文件 它们写在一起是不是也可以 肯定是可以的是吧 但是咱们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节友 而且后续维护好早一点 对吧 这是没有必要究竟了 咱们分成三个 接下来就剩下一个Ctrl 简单 是不是刚学完 Ctrl 包扫描 助解驱动 还有一个试图解析器 是吧 配完这个 三个层次里面的东西都配完了 唯一剩下的就是项目启动的时候 加载的东西了 那咱们什么要加载的 是不是加载一个视频容器 再配一个前端控制器 搞定了吧 好 同样的一套资罗 来 我们跟着这个输入 一步一步的往下背 首先配置是这个Diot 有一个SircleMap Config 是吧 创建一个目 Config 那咱们这边创建一个SircleMap Config 这个文件是不是空都可以 要个同步是吧 SircleMap Config 一个 这个同步呢 可以从哪里来 那咱们的课前资料当中也是有的 这里有个参考看到没有 那么咱们今天进步拷贝之前的代码了 我们一步步的再复习一遍 这是咱们今天要要掌握的核心技术 整合的狂战 这里是咱们的约束啊 好 复制一下 第一个文件搞定了 接下来 第二步 是不是这一个配置文件 这个是咱们Dio称的 数据库 连接池 所有生存快乐园的创建等等的 是吧 要新建一个主编的目录来保存 为什么要建个主编的目录 好看一点 是吧 我看这东西也没建的 没建这个目录也没关系啊 但是呢 咱们最好建议的 这边建的是一个 sml application context 杠丢 这里面是不是有约束 数据园等等的配置啊 哪里来 这里是不是有 是吧 这个 我们没有必要去记 那这个先关掉吧 啊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咱们 Dio的配置 先把约束这一块考过来 我们来看一下 那咱们这边的话 先复习一下 数据园的配置 你看 不管用哪一个数据园 唯一不一样的是不是这里 这里是咱们的德鲁伊的数据 对吧 那么这个架包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去看一下 它在哪里呢 在咱们的 啊 准备的这个德鲁伊的包里面 所以这个包啊 package 里面有一个谁 Pool 有一个 德鲁伊数据园 是吧 是不是这个 那咱们这个数据园其实用起来就啊 跟其他的用法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呢 咱们发现这个数据园用到了什么 JDPC的这个杯子 这个是不是要写一下了 那么这个就没有必要去敲了吧 咱们今天那就可以去考吧 这个没有热头的技术含量 不考是不是 那我自己直接写 也没有关系啊 不喜欢考是不是啊 那一样的嘛 可以敲 没必要吧 好吧 咱们考一下吧 这个任何技术含量都没有了 这两个是不是可以直接拿过来用 可以到这个目录像 哎 复制错了 咱们应该是复制这两个 啊 咱们这个日子文件 配置这个日子输出的话 级别啊 改回debug了啊 没关系 最好把这个打开一下 为什么 咱们在调试的过程当中呢 可以看到更多的错误消息啊 你如果用infollow就看不到错误消息了 是不是啊 啊 这边的话JDPC要改一改了 用谁 啊 这里改了下样子啊 其他一样 这两个搞定了 接下来 这个文件名字是一致了吧 啊 用到的名字也差不多啊 搞定一个 接下来的话 咱们的社空生生法里的创建 这个类似在哪里了 还记得吗 是不是在咱们的mybase跟trian的整合包当中吧 对不对 咱们整合包里面啊 要配一个这个东西 那么这一个是加载核心配置文件了 咱们现在的话目录是在跟目录上 是这个文件吧 好 接下来还有一个谁 要给他一个数据员 我们说过别名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这里的名字啊 别名扫描了啊 现在没有圆码 没有关系啊 咱们是不是可以看到他他的属性啊 找一找 是哪一个来的 他也把26 package是他吧 给他配一个 配一个属性 这里是那个value是不是足够了 为了我们起个包 com.it 黑马 点 今天是西洋 pojo 搞定 这个包是要创建一下 别名包扫描 大家去收起来 创建一个package 啊 这个配盘之后了 剩下了 是咱们的映射文件跟接口的扫描 所以在这里大载 这个类又是哪里了 记得吗 这个类呢 也是咱们的mybase跟3整合包当中的 记得吗 咱们这两个类都在整合包里面啊 来 打开找一下吧 我啊 买的3 以后有个marker 是不是有个marker 是干的config的 是不是 这个类里面的有一个属性叫做配 package 这配置什么的包扫描的 是这样的吧 这个还记得吗 啊 咱们这个包名要改一下 同时呢 一边写配置 一边把这个包创建好 减小 能不能出错几率啊 配置完了吗 那咱们Dao成的搞定了 接下来的话 接着思路 配贼 service这两个是吧 来复制一个 改一下吧 这边有一个配置文件 改个名字叫做service 那这里面也有约束 咱们可以用一样的吧 但是呢 咱们这边要配一个什么来着 还记得吗 包扫描 用谁 contest 是不是这个 comments 这个呢 这个包的话 扫描的是哪里 service包扎的 是吧 那咱们要创建一个service包 点service 复制 贴进来 那么这个都是呢 我还是给同学们写一下吧 配置 配置 service 累的包扫描是吧 好 这个配吧之后 剩下的就是一个失误的管理了 复制一下 这个事物的管理 我之前是不是给同学们也讲过很多遍了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再复习一边今天是回顾为主 哎呦 打开错了 这个啊 那怎么这个事物管理里面 我们过一下 首先的话 要管理事物先怎么这个配置方式的话 先建一个事物管理器 是吧 要对这个事物管理器 建立一个通知 这个通知呢 就是这么着拦截行为 是吧 方法名以谁谁谁打头 这一堆修改数据库的咱们 当前里面有事物 咱们用当前的事物 没有事物 开启一个新的事物 是吧 那么接下来咱们查询的所有方法 以这些打头的方法 咱们是不是只需要只读就足够了 好 这个行为咱们建立完之后呢 要对这个行为做一个 什么 aop的切面 是不是 那这个aop的切面呢 咱们可以给他一个包 是不是咱们这个service包里面的 咱们事物为什么放在service 还有东西你们记得吗 咱们讲过了 为什么放在service 因为咱们service的话 是咱们的业务逻辑处理中心 是吧 举个简单的比方 咱们现在有个集联插入的时候 a表插入正确 b表出错了 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一起回滚了 所以咱们会放在service 那咱们service的话 可以调多个19层的 是吧 这是咱们放在service处理事物的原因啊 那这个配置呢 也很好理解 这个是任意返回值 这个包里面的任意 它上面的任何目录 任何方法 任意参数 是吧 这个没有必要究竟了 事物配版了 接下来service搞定了吧 好 是不是搞定了之后呢 接下来还有咱们的control 这个就更简单了吧 刚喜欢是吧 来 再写一个 新建一个splaymvc的sml 哎 点错了 咱们起一个名字 叫习惯性的叫谁 怎么还没意思啊 那咱们这个文件的话 其实也有讲究了 有什么讲究呢 我待会来跟你来讲 我上课不给什么同学们这样啊 我是怕你们搞鬼了 我们待会来讲 先把这个配置是不是可以先考过来 好 把这个约束进去都考一下 那这个配置我们先考过来之后呢 先有一个包扫描 这个包咱们也要改一改的 抗解 it 黑码 点下 control 创建一下 包创建好之后 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使用咱们最新版的 处理性设计 跟处理性自费性 是吧 如果不用这一个 默认是用过期版本的 是吧 或者说咱们要配这两个很长路径的bin 不好用 那么这个咱们后面还对谁做提供支持 那么这一个呢 是咱们的试图解析器 是吧 配了前队跟后队 这个DACP的目录咱们有了吧 木有是吧 木有就要创建一个 搞定了 那这个印射文件是不是要 最后要去加载了 对吧 咱们先把我们会的 先回顾一下 接下来我们再讲新的 会的话 咱们 这里要加载谁 一个是咱们的 Spring的容器的加载 Spring容器加载 是不是配一个Listener 然后Listener里面 配一个初始单数 加载咱们的所有Spring的配置文件就够了 还有一个就是配置咱们的前端控制器 配一个第10%就收了 配一个收了 是吧 这个的话 咱们的话 这里是不是也有 这里是谁 这是Spring容器的加载了吧 那么这一块呢 我们考过了 这里看太小了 是吧 那么今天呢 有一个新的东西啊 来 我们先过一下 这个是加载咱们Spring 配置文件的路径 这里的无论写都有没有 在咱们空币的上面有一个 Spring 还有Spring 是吧 加载这个名字打头的 所以先描露 接下来配置一个Listener 好 这个没有一个 接下来这个是谁 编码过来去 是吧 这里没有写UTF8 它可以能解决吗 咱们昨天是不是写那个UTF8 还记得吗 那么怎么可以尝试一下 不写目问 看它是什么 可以不 实在不行 它们是不是要加上这个东西啊 这个encoding这里 是吧 那我们看一下 它目问是用什么编码能解决的 看看什么的post寻求 是不是乱码就知道问题了 是吧 能看咱们这里今天补配了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配置什么的 点18就消了 这个不不陌生了吧 好 咱们这边要加载核心的配置文件是不是通过这种方式啊 目录对了吗 对的吧啊 那今天这个是什么东西 漏漏漏的on stop 好 那么这个就是指定他们是配MVC 什么时候被加载 咱们默愿的话是一个小于零的值 默愿是什么 它是第一次请求进来的时候 再会去加载他们的水平MVC 知道吧 那咱们设计一个大于 大于零 大于负义 零以上都可以 那么它就会在comcat启动的时候 就开始去加载咱们的水平容器 知道吧 水MVC 了 这个能理解吗 这咱们的加载级别啊 这个上来的 这是咱们上来的东西啊 不要觉得是span MVC的东西 这是咱们上来的 有没有学过这东西啊 没有是吧 那今天是不是有多学一个啊 这个就是设置咱们这个上来什么时候被启动了 理解吗 咱们是配默愿是谁 默愿是负义 是吧 负义的话就是第一次请求的时候 咱们再去加载哈 是吧 理解吧 那咱们设置一个大于负义的值的话 就是 pumcat启动的时候就开始加载了 就这么一个作用 没有任何其他不一样的地方 那现在就是配一个谁 映射路径的栏接 是吧 咱们今天是新的安全啊 今天是什么 杠了 那我们说过这个杠和杠心 杠心的问题 杠心是什么 拦截所有的请求 包括gsp 那么你如果杠心的话是不是跳不到gsp去了 有同学测过 那咱们所以这里不能配更新 只能配杠 这里配杠法就是拦截所有的请求 排除gsp 理解吧 啊这个外面插扬的配置怎么就搞定了 那么除此之外 我说过 咱们这个纸类 mvc 是吧 咱们还有一个可以去研究的 研究什么呢 那咱们可以来看一下啊 从这个工程里面有圆码吧 咱们看这个工程的圆码 咱们这个 dispudger的这个类 哎 这里面有圆码是吧 咱们在哪一个工程有圆码来着 这个吧 看一下 都没有是吧 啊 第一个工程肯定有是吧 这个应该是有的 我们看一下加保险吧 这回 这里注意哦 好 有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 我带着 带着同学们看着这个 Squay mvc的配置文件 为什么要这样写啊 那咱们这一面 为什么要这样去加载 咱们的这个Squay mvc的这个配置文件呢 原因很简单 那咱们在这边啊 你可以其实可以找到这么的 这个负类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属性啊 这个content config location 是吧 那你可以在这个类里面去查找一下 看到没有 他直接就告诉你怎么用 用一个出子参数设置谁 设置他是吧 这里还不够清晰 我们再找 来 看到没有 这里就非常的清晰了 那么这个content config location啊 你如果要配置他 试下谁 在所有的 因你的参数里面 设置一下他 是不是 设置的话 是什么来设置啊 直接选你的路径 是不是 那他怎么告诉你 而且呢 他还告诉我们 这个路径模样的情况下是什么 模样的情况下 他就是你的server的内 -server的sml 放在哪里 放在什么叫web info 上面有一个这样的目录 什么意思 不理解 是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咱们在一个配置文件当中呢 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去扎载他 这里能直接告诉你 你知道了 是不是 啊 我们看这个web插秒 咱们这里需要配一个这个出子参数啊 他的标准就是不告诉我 他们 而且呢 他还告诉咱们 如果咱们不写这两行代码的话 可不可以 可以 默远的情况下呢 就是什么 在咱们的web info 上面有一个你的server name -server的sml 也就是说咱们现在你如果不配这一个东西 是不是有个boot 虾仰-server的点sml 丢在哪里 留在这web info 里面就可以了 理解吧 这个能理解吧 他直接就告诉咱们了 那也就是把这个名字改一下 改成boot-server.2-server.sml 丢到这里 他就能默远眨眨 理解吧 这是他的一些 默远的配置方法 但是呢 咱们很少用 基本上呢 就会直接写在这里 咱们也好维护嘛 对吧 理解大家好了 再一个问题啊 当然 再一个问题了 咱们一起用一个电梯弊的部分 优惠眨 三个月